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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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之前他们攻打的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城 人家们一拍这爱城的一年是一拍的 叫做耶利哥城 而在耶利哥城呢他们是攻打成功的 这个当年拍的 耶利哥城的势力比爱城的势力更强大 其实这个耶利哥城呢 有些人有些爱城的势力更强大 因为耶利哥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而且它里面的清兵是非常的重 耶利哥城是一个一个庸驾的地方 甚至那里面的这个军队是很强大 可是爱城呢 他里面的居民呢 只有一万两千多的居民 但是这个爱城里面那里面 那大多个人免兹兹兹兹兹兹兵 而是为什么在耶利哥 以色列人能够打肾脏 而在爱城的时候他打外脏 以色列人管理家里到时候 那里面的大事啊 那里面的大事啊 但是面对这个圣灵的爱城啊 这样子就很怕输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 爱城的教训里面去学习 所以为什么要来报这个爱城的教堂 从以色列人当中他们 在爱城里面所得的教训呢 同样的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反省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帮 以色列人们 这样随着的家伙 可以帮他们 分清了他们 分清了他们的生命 好 我们第一眼我们能看到 亚干的罪 亚干的罪 这个人比较亚干的罪 好 来 来 我们一句 亚干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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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个爱城呢 他们打 以色列人失败 在攻打爱城 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着 亚干的罪 世纪国道 一些人 怕输的爱城 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亚干的问题 是 因为一个人被冥立了上帝的命令 就是因着亚干的这个人 违背上帝的命令 在攻打亚干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们说 亚干里面所有的东西 你们都不可以拿 上帝清楚到来说 当我们都打 打这个亚干的故事 这样子 每场都走 不可以了 所以 可是呢 在当中呢 就有一个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但只靠这个人 就是没听了 或是亚干 所以他因着他一个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连累了全部的以色列明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 弟兄姐妹 上帝呢 看中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若是在主的里面 我们迅复神 然后每一个人 还是给你主 来不得支持主 我们听从主的话 使得恩惠祝福就临到我们 神的恩惠祝福就临到我们 神的恩惠祝福就临到我们 可是当我们其中一个人 我一定有上帝了 可是当我们其中一个人 但是当我们其中一个人 我一定有上帝了 不顺服上帝 不顺服上帝的话 不顺服上帝 他走不淡的路的时候 不正淡的路的时候 他因此他一个人 他身边的人要受到连累 他的身边的人要受到连累 他的家人要受到困难 他的家人甚至他人 要连累到困难 他的工作环境当中有出问题 他抗拒或感觉出问题 我们所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呢 产生许多的困难 甚至当我们其中一个人 都会受到连累到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罪 他所犯的 他会连累到其他人 所以我们看到亚干 他犯了什么罪呢 所以我们看到亚干 他犯了什么罪呢 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自己里面就是当面的物 但是他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 他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 还有拿了两百色格的银子 也拿了两百色格的银子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两件的东西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可以说是当中有价值 可是他的价值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 但是他价值并不是很大的 而这亚干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心里面起了贪心 而这亚干说到这些东西 他一心来起了头 是便宜的 就把这东西讲得起来 头头中的这些东西修起来 而且缠载他自己的贪心里面 好啊 心里面起来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吗 在无论是过去 或者是现在的时代以来 贪心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看到的话 有没有过去的都是饱 贪心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贪心的罪能够引起 许多许多种种的问题和困难 贪心的罪 有没有人起来的问题 所以世界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说 贪心是与败偶像一样 圣经有人说贪心偶像 败偶像一样 是上帝所恨恶的 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所以当我们打开报纱 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 有许多的这些社会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根源 都是因着人的贪心准备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世面里面 我们要谨记 不要让贪心占据我们的心 对师父形状的时代 有一对的夫妇 叫做亚兰伊亚和萨菲拉 当时候 当社会开始会建立起来的时候 当社会开始被基因的这样子 这些人都很任性的来 侍奉 来奉献 因为这对夫妇呢 也很愿意的要来奉献 这对夫妇 只要管你来奉献 可是当他们认为他们 属于家长的时候 他们看到他们所得到的 这些金钱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舍不得 所以就把师子 把一部分收起来 一部分按住来奉献 这没有问题 可是他来到彼得的面前 但是我们说彼得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长 这就是我们要奉献的上帝 这就是我们要奉献的上帝 这是我们要奉献的上帝 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结果是什么 他能单产实在的 你的面前 那两年要向上帝 结束过你 所以当教会 开始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上帝要捷进谈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 当上帝被建立教会 到上帝被建立教会 设定不允许任何的罪隐藏在教会里面 上帝不准任何的罪隐藏在教会里面 上帝不准任何的罪隐藏在教会里面 因为若罪隐藏 或者是罪隐藏 或者是罪的事情 抑制的在教会里发生的话 它会蔓延来 因为当罪隐藏在教会里面 因为当罪隐藏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它会在 怎样讲 它会侵蚀到其他人 因为 甚至我们说 会传染其他人 甚至会传染其他人 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这么严厉 就是 他们是用上帝被按照的 减痕对这一件事 因为罪 因为罪 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砸灯的话 那是罪过 让我们生命生的军来说 我们会被他困难 我们会被他牵迷着 我们会被他牵迷着 而是耶稣亚也对这个亚干说 教书罗对这个亚干说 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 他们是不是连累过了 今日耶和华变向你受的连累 所以耶稣亚也对亚干说 你所做的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你连累我们 约束了 请坐下 他说 你所做的 你才是连累了 所以他牵迦他一个人 触犯了上帝的命令 所以他就是说 阿太一个人 为我上帝的命令 可是 他一个人 因着他一个人 上帝没有与这个军队同在 就是因为这个人上帝 与众在理会的 就是这个人 因为这个罪 上帝不能够与罪同在 因为这个上帝 是没有那个罪的 所以医学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他在今晚 让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真的要很严厉的看待罪 要这么严重来对待这个罪 因为当我们一个人 可能受到罪的瑕疵 所以有困难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人 过来受罪 罪的困难 这个罪会成为一个习惯 这个罪很远 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堕落 所以我们要谨记 我们要与罪可圈 所以我们要谨记 所以我们要谨记自己 看好罪 甚至 在我们因着我们一个人 所犯的罪 被牵引到整个的家会 是不是 可能有一个人的罪 也会均匀 来到你家庭 是 这是你的家庭 可能是你一家一家一家 所以医学姐 我们要谨记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谨记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谨记这一点 以色列人在爱城 他会失败 是 不只是因着雅刚的罪 同样是因着岳书雅他的骄傲 对 以色列人当你怕钱 就是这样子 他们有时候怕输 不是跟他有阿甘的问题 甚至是岳书雅 的骄傲问题 因为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当攻打爱城的时候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以色列人要去打爱城 对不对 岳书雅只是派了探子去窥探爱城 岳书雅就是派了探子去窥探爱城 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 就告诉岳书雅说 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 就告诉岳书雅说 这是一个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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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用去怕他们 我们不用去怕他们 我们不用怕他们 我们只要派两到三千的精兵 去那里攻打他们 我们就可以得胜了 岳书雅在做的是 派了凯探人去 不需要勞费很多的人去 所以我们足以能够得胜 岳书雅做了什么决定 岳书雅做了什么决定 因着这个探子所说的话 他就决定说 他就说 好我们就是这样子决定 好 我们就派三千的人上去 哪里派三千人去 这是小事 我们可以做的 这是小块带子 我让他们才能做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岳书雅在祷告 所以我们在那里面 没有在那里面 他没有跪在那边 寻求神师 那我们没有怎么样做 我没有为了祈祷 我都要怎么做 我们也没有看到 庭板看到说 是上帝有任何吩咐在 耶稣人的身上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耶稣人的骄傲 所以我们的事情 耶稣人的骄傲 因着他的骄傲 也导致他们共产爱情的时候失败 可是人类的以色列人 怕这个爱情才失败 如果我们看回去 我们说 耶稣他愿意在这个事情上 来寻求上帝的话 我相信上帝会告诉他说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犯了罪 你要把这个人招出来 把他灭了 然后这个战争 我就与你们同在 我就跟你们一起去 他们主义你们认识 可是越许昂没有 他以为他自己能够去做 可是他不知道 原来他们当中有人犯了罪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 那是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需要祷告 不需要祈祷 不需要信学生 不需要祈祷就是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去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但是我们要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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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隐藏的事情 或者是前面的大陆 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会知道的 所以我会这样证明的是 英语是不是 你靠这些道路 那是不知道的 我们以为我们 靠我们的能力 我们可以的 但是我们常常 人家的灵力会拆掉 可是有时候 不是能力的问题 那这样的事情 就不是灵力的问题 那真的当中有人犯了罪 是不是犯掉 有人犯了罪 我一定是上帝的命令 所以上帝不能故意 所以上帝不能犯了 所以历史前面要非常地小心 在我们身边当中 所以我们在四个字 都在四个字 都在四个字 有时是当我们在很平顺 一切都一反风顺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 当我们一反风顺的时候 我们会站在前面 我们会站在前面 把下帝放在后面 为什么你都在后面 因为当我们顺利的时候 当我们一反风顺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靠自我自己能够去做 我们就愈来愈好 我们就愈来愈会 你愈愈重 当我们一反风顺的时候 我们发出我们 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愈愈地成了 我们越来愈好 我们就愈来愈会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 爵астuto 所以我们要非常地小心 要不要像约书兰一样 因着他在严厉歌神的 战争得胜了 而小抗了这个小小的爱情 当时约书兰的 人们把你严厉不胜 打赢了 哎呀 又看见这个爱神 谢谢神 他靠着自己去 以为可以得胜 我靠着自己去 只能把自己抗 所以 而且我们也看到约书兰的大意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兰的大意 因着这件事情 他在严厉歌得胜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小小的爱神的时候 他放了心下来 哇 同意 一拍到那个路上 看着这个谢谢神 哎呀 这把心 他也要照顾 他已经轻敌 哇 他轻敌 所以当我们宣义的时候 我们也会轻敌 所以等到他过顺顺 就知道我们轻敌 我们轻敌谁呢 我们轻敌什么 魔鬼 魔鬼 哈哈 我以为魔鬼 再也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了 我能想到 魔鬼已经不成了 我们的魔鬼 我已经 可以了 我得胜了 我 有能力了 我已经贴成了 我很累了 我祷告了 很多 40天 我祷告了 祈祷了 40天 我这么大太神 我有独自祷告 所以魔鬼不能吵 所以魔鬼不能吵 神做什么 我们就轻敌 魔鬼 它是没有 走到人 所以我们有轻敌 看去魔鬼 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 圣经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魔鬼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 他来使到我们跌倒 魔鬼 不只是在我们软过的时候 它使用我们跌倒 而是在你一切都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 它把骄傲放在你里面的时候 一种这种状态就是你跌倒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非常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要谨慎 所以这些情愿者 让我们再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求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里说什么 那个令独称书 第十章十二节 说自己以为站的稳而 需要金山里面的跌倒 我令独称书 请自然说 它们的生命当中 人们的居然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习乘的生命当中 习乘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句话不是生极的 这个王是小的小的 不是他说你说 你要怕我们鬼 我说的话是告诉你说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 我就是跟我们说 当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想想 时时刻刻 我们会坚持下去 甚至是在我们觉得得意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多时间来亲近上帝 其实当我们的顺康 当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不够要来亲吻 我们就先来 所以我们想一想 在地区这边不是吗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 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特别亲近上帝 所以看到我们 其实这些时候 我们把这些困难的状态 我们都持续到全面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 一切都很平顺 很顺利的时候 我们反而没有祷告 是 所以看到我们 但是那时候 我会想想要 祈祷就变得祈祷 因为好像 没有必要祷告 是 没有必要祈祷 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都不顺顺 所以那时候 我们更要是谨慎 我们以前 保护准时 我们在国际的身体 因为免得我们跌倒 免得我们 踢法都 因为那时候 魔鬼就把 骄傲放在我们里面 因为魔鬼的宗教 我们就让它来 所以这边 再有一个 代表人物吗 有一个代表人物 这是宝罗 就是宝罗 这是宝罗 最近大家都很认识宝罗 所以我们这代表 吃了宝罗 因为他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人物 因为是一个 鬼鬼的 但是在他的事命当中 他去说什么呢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是在罪人当中 罪恶的那一个 意思是说 你罪人中的罪魁 我是罪魁 的意思是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他为什么说 他说自己这个罪魁 他是不是在贬低自己 贬低低 是不是要看 看听下去 或者是轻看自己 他是不是来 看听下去 他不是 不知道 他讲这句话 因为 他知道他 他要实时的警醒自己 他说出外国的事命 想象来竞争 得起 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案也说 在哥林多前书 十多条 十十人 大家说 我怕你这样有好的人的 是因为 忘记的恩来讲生的 并且一所属 我的恩 不是同年的 我比 正宿多 不够的老头 正宿不是我 但是上帝的恩 堡败的男人 保罗说 我今天可以成为 何等的人 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保罗跟他说 一旦子 一旦的先看的人 是因为上帝的恩 所以他时时刻刻都 把这句话 挂在他的嘴边 所以时刻刻刻不唱这话 挂给你出来的 因为他不免得他自己骄傲 因为他怕自己 会怕我 免得他所成就 他所做的一切 他会说 这一切都是我 奴隶得来的 所以他时时地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还要请记者自己去知道说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在我的身上 所以上帝的说 在你出来的 是帖子的 不是在做上帝的问题的人 所以保罗他是一个这么为胎人物 他这样子 他的生命都时时刻刻的 在用上帝的恩惠来提醒他自己 上帝是为 保罗是为我的人 但是上帝的帖子 论上是上帝的问题的人 更何况是我们啊 不敢说更何人啊 我们更应该啊 时时刻刻的 像马罗一样 惊醒我们自己 那我们想想啊 我们想要保罗来提醒他 我生命当中 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对了个世来人 我说有的问题啊 我今天能够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我给你这样破底的人 都是上帝的恩惠 那是上帝的恩惠 我本来是一个罪人啊 我本来不是一个罪人的 我是一个罪人的人 我是这样罪人的 我是因着上帝的恩惠 我今天可以成为何等的 但是你能够成为一个恩惠的恩惠 所以我能够成为一个恩惠的恩惠 你这句话要适时地挂在信徒的准备 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谨慎的过每一天 让我们远离叫傲 让我们离开掉的 而弟兄姐妹我们要试试 也要反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时候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遇到了困难问题 可能是因着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做得罪的险地 或者是我们偏歪了 所以面对到这些问题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检讨 所以我们要检讨 今天我所面对到的问题 是因着我得罪的上帝 或者是有一些骄傲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的生命会遇到某一些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检讨 我们要检讨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地检讨 然后当我们知道 可能是因着我们得罪的上帝 或者是我们犯的罪 所以面对到这些问题 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我们要上帝的经历 如果有这些问题 我们到来就来 神经历过说我们说 耶稣他做了什么举动呢 神经历过说 耶稣他做了什么举动呢 当他打败仗的时候 当他打败仗的时候 他们就 耶稣他又 回到上帝面前来祷告 耶稣他就来 主的面前 上帝的面前来祈祷 或者是他自己 他也跟那些的 僧老领袖一起的来祷告 神经历过说 神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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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跪在上帝的面前 要跪在上帝的面前 夫妇的敬拜 夫爬到上帝的面前 而且撕裂他们的衣服 神经历过他们的衣服 为什么他不要这样子做呢 他必须要不要这样做 夫妇在上帝的面前 就代表着他们恳切的祷告 当他 夫爬到上帝的上帝的面前 他们是代表他 只百千年来 来分丘送你 失恋他们的衣服 就代表着他们的悔改 听伙伴的衣服 是代表他悔改到 祝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 在可能我们生命当中 遇到了某一些的问题 是因着我们的 罪有引起的 不要回心 不要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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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对来 相帝的面前 所以当他虽然正能举动 都是祷告到天亮 当他虽然基督 就是基督的体股 他只是在上帝的面前 谦卑地祷告 他胡爬到上帝的面前 天辈来得到 他只是在上帝的面前 犯了罪来祷告 他向他所超越的失败来祷告 他向他所遇到的失败来祷告 他向他所遇到的问题来祷告 他向他所遇到的问题来祷告 你向他向他向他来祷告 肯切的在上帝面前参会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例子 在美国的一个工厂里面 有一个员工 非常的勤力的员工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责任的员工 而且有一天刚刚回到他的座位上的时候 他看到一封信 这封信是解雇信 所以他就觉得很生气 我没有做出任何的事情 为什么要抄我游鱼头 我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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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的甚至很恨他的总经理 他就想用紧 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些的知识 还有这些的专业 我已经是什么表情 我要开另外一间的店 我要开另外一间的店 同样的是木材店 在你的对面 相关是做茶的 开到你的头盖的对面 可是他没有资金 但是他没有资金了 所以他要到处的去 找一些合作伙伴 来开这个公司 所以没有资金 没有资金 他没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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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没有资金 这个是没有资金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他自己所有的习户 也用光了 他本来是没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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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里面更加的绝望 他心里面更加的绝望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他对他的太太说 所以他突然来 这次他以为我说 太太我没有希望 没有啊 我没有希望 我看我实在上 我看我实在上 我实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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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也不能做 我说他那些事情 你没有资金 也不能够去做 没有资金 我没有希望 我没有希望 而他太太告诉他说 你还有一件事情 你没有做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 如何藏金 就是 就是 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就是 为了你上帝的面前祈祷 因着他太太的这句话 他心里面受的感动 他心里面受的感动 所以他就和他的太太 跪在上帝的面前祈祷 所以他就和他的太太 跪到上帝的面前祈祷 他为了他说 过去所犯的罪 来向上帝的 他为了他自己 过去所犯的罪 来祈祷的上帝 他为了他过去 自己为是的 这个的行为 来向上帝回改 因为他过去我 感到有这样 搞的这件事 的教育 来祈祷的上帝 他为了他 这个恨他总经理的 这个思想 来向上帝回改 他心里会有 很减的心 来 的问题 来祈祷的上帝 来回改 他祷告到一个 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的心 他已经完全的 对这个总经理的恨 完全的消失了 我认为 基督开始 吸走 甚至准备了 那些众经理 是的 当然继续的 不断的在上帝面前 寻求上帝 来 来生圣地祷告的时候 圣地再一次地恢复他的生命 再一次地给他判断 所以当革后 他就开始创造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建筑业 当他开始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一切都很顺利 特地做这个 特地扛肥 都终结得顺利 甚至不过他发展到 饭店的行业 甚至 国外费酒店 而且他的饭店的行业 在美国 可以说是非常地成功 哇 一座费这些 hotel 美国人是真的出名 真的成功 而现在大家都很认识 这个 这个是特特兰 所在爱 就是holiday in 这个饭店 而这个创办人呢 就是这个人 又是谁创办人 就是凯蒙斯威尔逊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是从绝望里面 他是在一个仇恨当中的 是不是 他愿意回到上帝面前 跪在上帝面前 祷告 那是特地管理到 对上帝 来祷告这样子 来回来的时候 来回家的这样子 上帝恢复他的生命 甚至带领他 祝福他的生命 在这些历史 这Holiday in 他的历史 如果你有看的话 在20年里面 在美国他开了1000间的分行 是每个人都觉得是奇才 哇,是人人感觉的,这是吃旗仔来嘛,是神祭来,这是神祭来,所以他们背后是有一段长的故事。 原来这个人的胃脑是一段长的故事。 所以弟兄姐妹,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遭遇到困难,痛苦的时候。 所以说,假设是这样的,我们生命里面有困难的问题,不要回心,不要放弃,你还有一些事情没有? 就是回到神祭面前祷告,来悔改。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祭要恢复我们,因为神祭是给我们的机会。 因为神祭是给人去为神祭。 阿宝,那你旁边人说,神祭是给我们的机会。 那便便了,当神祭是给人去为神祭。 所以当愿意这样伏在神祭面前的祷告的时候, 我当这个幼书也,不怕到神祭不知道这个地道的事情。 神祭给他说话。 神祭就跟他说什么呢? 神祭就跟他说什么呢? 起来,你为何这样伏在地? 你起来,让你神祭,不怕到这个口口里了。 神祭就跟他说,祝福了,你起来。 就是说,神祭已经圣养了他的罪。 所以当愿意回到神祭面前的时候,神祭也告诉我们说,你起来。 我已经圣养了你,我已经圣养了你。 我已经圣养了你,我已经圣养了你。 你一圣养过去,我已经圣养了你。 我已经圣养了你。 无论是犯任何的罪,我要圣养你。 无论是犯任何的罪,我要圣养你。 所以弟兄姐妹,夏天给了,又是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兄弟,让人,让这个玉养了第一次的机会。 神祭也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神祭也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神祭也要再一种恢复我们的机会。 神祭也要恢复我们的机会。 而神祭也告诉你,你要现在做什么呢? 神祭娘也譚也透露。 但是 我有 encl позджilik了人自己, 不知道都便 WordPress 。 Hadi。 ベッグができる人, 我们很少奇想, 我们不 Universal Service 何必不贵。 神祭临救家有多宅。 真正阴迺的是 stairs겠다。 。 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明天 是上帝所预备的明天 是上帝所要祝福的明天 是上帝祝福的明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说我们的明天要上帝来祝福 所以当上帝还没有祝福 而是当上帝还没有祝福 还没有来预备明天的时候 今天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所以当上帝还会有被我们的麻烦 当上帝会我们站在这边 要我们自解 因为我们都能够进去 上帝要约束要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自解 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得到善帝的祝福 我们要看到善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的事业祝福我们的家庭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 需要把我们心里面的贪心的牙肝去掉 当上帝要做的时候 通常心来明天知道 你牙肝的心 仇恨的牙肝去掉 你羞恨的牙肝去掉 抱怨的牙肝去掉 情愿的牙肝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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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的牙肝去掉 这个骄傲的牙肝去掉 明天就是上帝所祝福的明天 所以这些人就听从了身体的夫妇 所以这些人听到上帝的牙肝 他们将牙肝 还有他的家人 甚至他的牛驴羊 或是这些牛啊 这些牛 浪中的牙肝 完全的毁灭 浪中的牙肝去掉 所以在我们身体当中 若我们真正的要得到 上帝的祝福 所以在我们身体的祝福 我们要在一切罪都隔绝 我们要在一切罪都隔绝 我们要在罪都隔绝 而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当时候耶利哥 去打耶利哥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们说 里面所有的东西 财物你们不可以拿 但是在这里 上帝却说 你们去攻打哀神的时候 里面所有的财物 你们都可以拿 我当地知道 上帝会在哀神 都做了别人 所以我们去看到什么 上帝的祂的原则 所以我们去看到 上帝的祂的原则 上帝的祂的原则 所以我们去看到 上帝的祂的祂的原则 祂要来献上 祂要我们先祂进 祂要先来言言 祂要先来信祂 祂要先来ORY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一切我们所需要的 祂都要加给我们 圣经经过的浓浓中 一切我们需要上帝 要坚持到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 真行上帝的话的时候 所以就我们反应顺服 尊严上帝的话 明天就是上帝所祝福的 我们的后期 我们的后期 就是上帝的主义 Amen 而接下来我们看到 上帝不只是祝福他们 上帝还给他们策略 甚至上帝会有一个办法 给他们策略 怎样的去攻打爱城 会有一个爱人的办案 出来怕他们的爱人 这边国家 若树的北京的两宅公司 一人上帝说 一人听到的出来 来对一切的人 所以在这里可能你看不住 他用什么方法来攻打爱城 可能在这里可能会有什么办法来 但是上帝给他们的策略就是 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 要分为两批 所以第一批呢就正面的跟爱神的这些兵士来对打 可是其实有另外一对呢是 藏在山的后面 但是其实那个里面的策略是 比较一层的 所以正面攻打爱神的人 是能假装打败的 所以他们就会逃跑 所以他们就会逃跑 所以当他们逃跑的时候 这些爱神的病士就会追赶他们 所以当他们逃跑的时候 这些爱神的病士就会追赶他们 隐藏的那些爱神的病士 隐藏的那一批军队能看到的时候 他们就赶快地冲到爱神的城市里面 而只剩下在爱神里面的人都是软弱的 这些爱神的病士是软弱的 这些的百姓剩下来的都是比较软弱的妇女孩子的 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病士就可以容易地攻打他们 而且把他们的城市烧了 所以这一批在追赶 以色列人爱神的病士就看到的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的城市被攻打了 等这些爱神的军队看到他们的医生就会烧掉 他们以为他们的城市被攻打 所以他们就跑回去 所以这时候以色列的病士又跑回来 就准备一些人来换个队 把他们重重的包围 用这样子的方式打败了爱神 要把你办法地爬到这个爱神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初生命 所以他们会不是去祝福我们而已 所以想起来的兄弟不是忽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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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生活的一切都不面对我们的问题 现在能去来在我们的世界上 让我们能够拯救 是不是 帮着我们可能会想起我们的一位 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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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那么美好 我们相信就是我们的美好 他要我们的只是回到他的命迹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面也就是 对抗的美好情 来刺激我们的生命 来举着他的生命 追求寻求他 追求寻求你 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需要的 让隆重生命所需要的 他都要祈福给我们 一条就要祈福了 阿们 好 亮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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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